在我們身邊有註冊中醫師陳惠蓉醫師 近年有一種食品 用雞做成營養精華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大眾稱這些營養精華為滴雞精 原理跟隔水燉雞一樣, 不加水分 高壓溫火8小時滴濟 保留雞的營養精華 例如是胺基酸, 優質蛋白質 一個是無蒸氣回流的技術 防止水分稀息, 所以原汁原味 對, 還有一個是隔油的技術 可以做到零脂肪, 零膽固醇 不油膩 我想問一下 傳統的雞精和滴雞精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傳統的雞精和滴雞精 在它的做法方面有些分別 滴雞精現在沒有加香料 色素和防腐劑 防腐劑, 我們不如試一下吧 好 喝起來好像除了雞, 還有其他材料 對, 味道和平日喝的那種滴雞精不同 其實它是否混合了什麼材料 還有這種材料有什麼功效呢? 因為它加了花旗參 可以滋陰、補氣 亦可以提供免疫能力 對, 加上紅棗可以養血補氣 整體提高滴雞精的功效 這個雞精可否解決到 女生怕冷的問題? 女生怕冷很多時候 跟氣血規損有關係 表現很多時候會怕冷 除了怕冷就會累, 沒有精神 做事不能集中 如果喝了這些滴雞精 就正正可以幫助它改善這些問題 有些女士適合喝這個滴雞精 有沒有有些女士不適合喝呢? 大部分的女士都適合喝 例如我們來月經之後 喝了它就可以補氣養血 預備生嬰兒的 就是為身體提供足夠的養分 尤其是一些公寒的婦女 它更加需要調理 喝了之後可以暖功 而且改善了她的生育內環境 高了她懷孕的機會 如果已經生了嬰兒 那女士又可否喝呢? 產後可以快點恢復她的元氣 幫助上奶 但是我平時也有吃過一些飲料 如果我喝這種滴雞精 可否跟我的飲料一起吃? 最好是分開兩個小時 讓腸胃慢慢消化 不要浪費了營養 我最近發現這些按摩物很舒服 穿完之後馬上暖 但裡面有一個物料非常好 自然放寫一些軟紅外線 可以加快新陳代謝 以及出中了血液重環 穿完之後就會很舒服 我以為是裝飾, 粒粒 對, 先穿一會馬上暖 而且我穿了很多晚上 不會睡醒後覺得… 正在哪兒去了 而且不會固定 有時候很怕, 固定太緊睡不著 很不舒服 唯一我想如果可以長一點就更好 我穿完整個頭腿 對, 真好 嘉欣, 你想要嗎 我想試試, 我常常睡不著 好 這裡嗎? 你穿過吧 我洗過 你在屎屎面前一屎嗎 好, 你洗過, 我相信你 陳姐妹 不是, 她說有忌廉的 對 她家裡是香的… 所以解決女生的問題 用很多方法都可以解決 例如用吃和穿開始 姐妹們, 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由今天做起